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0月19日 紫百合出中够威风 周二凌晨 一甲在有角逐上演 届时费伦天拿做客威尼斯 费伦天拿经济主要依靠做客抢分 而威尼斯联赛至今仅赢一场 同时主场尚未开斋 此番固然看好客君子百合能够顺利迎波 作为金鸡一甲升班马 威尼斯赛季进行至今似乎迟迟未能适应 一甲的高强度比赛 开季七轮过后他们只取得一场胜利 目前积五分的他们还身处降班区 保足压力不小 归根到底 球队攻击力低下是最致命原因 现实阵中只有五人录得入球 但每人最多都是只入一球 至于主场方面取得入球的 只有埃尔姆和施萨罗尼 其中属于中全场球员的 甚至只有埃尔姆一人 其进攻端整体表现之差不言而喻 虽然他们防守端表现 并非是联赛最差 但均长1.71个失球 且联赛至今常常有失球同样难以令人满意 试问如此糟糕的攻防 即使他们此番手握主场优势 又怎能抵挡费伦天拿的冲击 阵容方面 门将李施利尼与中场阿拉米利马基商缺 费伦天拿凭借着此前的一波联赛三联胜 在已经进行了的七轮赛事中赢下了其中的四场 目前为列积分榜前列的位置 虽则他们和身前队伍比略显性色 但和排名倒数的威尼斯比的确要出色的多 更为有力的是 紫百合经济主要依靠做客抢分 四轮斩获9分 甚至还要比威尼斯的总积分还要多出4分 杜欣 华和玉绝对值得称赞 皆因他所斩获的四个联赛入球当中 有三个是做客所入 当中还包括做客面对实力分子阿特兰大一役的梅开尔度 不论是近况 赛季整体表现 攻防整体演出 还是各自主客发挥 费伦天拿都是两队中更占优的一方 此番挥军 费伦天拿有望延续做客圣祭 阵容方面 门将达高福斯基因商免疫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